先生好 这两天北京大姐 在视频里说我是坏人 我的第一感觉是 这不应该是说我的吧 因为她提到了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因为我刚刚帮了你北京大姐 我以为她是指的是另外一个人 而没有说清楚而已 后来到她直播间里 确确实实 她把我纳入了坏人的行列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一笑了之吧 一笑了之 这个俗话说 好男不和女斗 这句话有点歧视女性的味道 回头我看把她改一改怎么样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也这个 劝告男人 度量要大眼光要大 才能做他干大事 但是有的女人 也女强人 度量也大 眼光也大 再一个呢 我的感觉就是我相信 广大网友 相信广大网友 大家都是有脑子的 大家都是有脑子的 会分析的呀 大家都不是傻子 我就 稍微的反思了一下 我看网上大部分人对我的评价 就是说我异想天开 吹牛 这是对我评价多的 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好家伙 绕地球动不动张嘴几个亿 动不动就是什么信息时代文明 哇我怎么这么当场上来了 我都不可思议朋友们有时候 不但你们觉得我吹牛 我自己都感觉 这交场倒是谁呀 这猪球界这 我有时候都不 感觉都不认识自己 再一个呢 广大网友对我意见最大的 都是我拉里拉堂 风风电电 装风卖傻 一部分人 我相信是好意 相信大部分人是好意 为我的结局着想 不希望我有一个比较不好的结局 你们这种心态 真的表示感谢 非常感谢 你们这种心态真的像我的亲人一样 我的亲人不也是这种心态吗 我妈妈不在世了 我妈妈要在世看到我 会很伤心的呀 原来互联网不发达的时候 她看我那旅行包里 弄个老太太帽子在外边 她知道我猜到了 装男便女学赵本山吗 装男便女 去挣钱 说是不忍心花不得钱 现在我又在这装风卖傻去挣钱 她如果活到现在 她 理解你们 一是父母 理解你们 但确实还有一部分人是 嘲笑我看笑话 这是人性的恶的方面吧 有句话说 这个 你穷了别人笑话你 你有了你富了别人 嫉妒你 还有一句话说 就是说你 希望别人过得好 但是不希望别人比自己过得好 这是人性的恶啊 扯远的扯扯扯 这是扯到哪去了 总而言之就是 我相信广大网友会分析的 说我人品 迄今为止没有 一个人充 人品两个字啊 从来没有说我人品坏 这两个字上来分析我的 没有简 就是说我没底线的 有两个吧 这都确实可数的 当然我也不太计较 说我坏的 也确实可数 这个这个不说了 扯的有点多了 然后我就开始反思自己 反思自己这1500块钱 我到底该不该要 对不对 那些大姐说我是坏人 重点就是说我 给浪哥 意思强行业务来 这1500块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说我是坏人 我就反思自己 该不该要呢 这两天我想了一下 我准备 我准备 我准备再去找浪哥 找北京大姐 再当面的 问一下 探讨一下 我是不是 不该拿着1500块钱 如果说确确实实不该拿 那么我就 退给他们 退给他们 如果说我该拿 那我就拿着呗 我不是去行事问罪啊 而是抱着很善意的态度 很真诚的态度 在这里呢 北京大姐你说我是坏人 那我的 现在就是 反省自己 有则改之 无则 价免 对北京大姐 实话实说 我挺 北京大姐给我 当我这 给我 好像包过包子啊 给我做过饭 还有说给我打扫房间 我没让打扫 哎呀 当时 来两次吧 做饭 浪哥当时也在 哎呀 我感觉那种家的 温暖闷心 我就真的 就想 这是北京大姐 怎么不是冲着我来呢 冲着我来 哈哈哈哈 我们俩 慢慢慢慢慢慢 哈哈哈哈 说不定 说不定 会有点什么什么 故事 北京大姐 大家看一下 长得不错的 这个打扮上 挺有气质的 从北京大姐的言谈 举止来看 我感觉他在北京 应该是一个 真的是实际上 实际上 教学的呀 公务员呀 或者是企业的 中层干部啊 都是有可能的 绝对不相信保姆 他说我不相信 他是做保姆的 最近大姐 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很会表演 但这种表演 有点过了 上面有点过 我感觉 我感觉我够会表演了 有时候我说句话 有时候 偷偷江水 绵绵不绝 黄河均不见 黄河之水 天上来 东流到海不复毁 我觉得我的这个这个这个 说话 就是咔咔咔咔咔 但是我再和北京大姐 在一起过 就是插不上话 还讲我的戏 我现在有点 小不舒服 我感觉是一个有一定身份的人 跑到恒店来 和我们这些 别人眼里的疯子 关门的乐园 疯子的乐园 什么流浪汉的 一帮子人 待在一起 真的是家里人同时 朋友看到 亲眼朋友看到 什么感觉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还是劝北京大姐 还是回北京 这个这个这个 刚刚我们的生活挺好 毕竟我觉得你待在这里 不是长久之际 我劝你 你看嘛拍戏 哎 前头也不大 听说有一次 你去世戏 一句话都过不了关 一句话 可以给200块钱的 真正让你演戏的 你又演不上 自媒体呢 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 你不能光看着好啊 不好那时候怎么办呢 从这些方面呢 我劝北京大姐 从长远看 应该还是回北京好 我仅仅是建议 但是人家喜欢在这里 对不对 咱也管不了 说的多了 说的多了 本来这个主题就是 北京大姐说我是坏人 我没有生气 我反省自己 这两条去找一下 北京大姐和浪哥 重点是找浪哥 因为原来我们说的 三千块钱 不是一千五百块钱 是怎么到我手的 是派我三百块钱的红包 第一次发 后来派我 没好意思要 因为我看到 派我视频量播放这样挺高的 我说你看着吧 多了多给少了少给每个月一号 就要了一个月 后来我就没好意思要它了 后来我见他们挣钱都多了 老四北京大姐在浪哥的帮助下 每天都收入一两百 我说我就是那三十四十块二十块 我心里有点不太平衡 想让浪哥帮我拿个两三千块钱 买个二手手机 帮我把我也做起来 我跟他说了 我以后还会 不给你要钱 跟你一起拍视频 是这个意思 给他要钱 他给我发了 先发了两百块钱 那么肯定嫌少啊 嫌少 北京浪哥 又给我发过来五百 我还嫌少 还不收呢 这五百块钱 浪哥就吹吹我 收下吧 收下 这我说这样吧 这一共是一千两 我说你再给我五百块钱 一千五百块钱 这是我的底线 你给我一千五百块钱呢 我自己想办法买一个二手手机 但是 以后再合作 我就给你要分成了 你给我弄两三千块钱 买个二手手机 咱们俩合作 我不要你的分成 我们俩机会就达成一致协议了 浪哥后来又给我发五百 这是一千五百块钱的来历 并不是我强行业务来的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 点赞关注视频 我有缺点 希望大家多多多批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也希望北京大家多多给我提意见 拜拜